陳委員好 総理長,我還是要問故宮難念 故宮難念的工程 原來您也在這裡曾經承諾 所謂三號就是台北故宮博物院 會跟我們念政部營建池 在所謂三號要簽使代辦協議 那到底簽了沒有 現在目前簽署的這個 到底簽了沒有 今天是幾號 今天是幾號 12月8號咧 為什麼今天 您在這裡承諾12月3號 最慈12月3號 原來是說11月27日 現在又說12月3號 為什麼到今天為止 還沒有簽使這個代辦協議師 為什麼 都談好了 為什麼還沒有簽使 那我問你原因在哪裡 原因在哪裡 談好什麼 談好什麼 您能不能說明一下 談好什麼 我們那個林處長 談好什麼 林處長在不在 時間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看到什麼 哪一位林處長 是我們南院處的林處長 我記得這個 這個案是在 警監會黃主委 99年 8月18號 學商會議的 8月到現在已經12月4個月了 為什麼到今天為止 還沒有辦法簽使 原因在哪裡 責任是應該由誰來負責呢 院長你都不知道 不是我們 我知道 可是現在我們的 你連這個都不知道 不是 確實的時間 我是要問我們林處長 我們一直在 確實的時間是 現在還沒有簽使 我剛剛問營建使長 我說為什麼還沒有簽使 他說問題出在故宮博物院 那我不知道故宮 牧田 問題出在哪裡 為什麼到今天為止 還沒有辦法簽使 原因是什麼 你說明一下 來 林處長 那個營建所為什麼還沒有簽 你們兩個都還沒有簽 不是營建所還沒有簽 啊 你們代辦手續 協議師 你們為什麼 還沒有簽 簽使這個 文件 啊 公委員報告 因為 我們跟營建所的那個 代辦合約 營建所在上個禮拜 才 送到院裡面來 要爭取我們 呃 故宮的意見 那如果說我們故宮 這一個禮拜審查完之後 沒有意見 我們就可以去簽這個 代辦協議 對 您慢慢講 沒關係 不急 我就要請問你 他送什麼給你 呃 他 他現在主要是要跟你釐清一些東西 嘛 包括 你們到底跟 這個 建築師解約都沒有 APA這個解約都沒有 他主要是要 要釐清你這個部分 包括PCM專案管理 這個部分 你們解約都沒有 包括 這個 你們這個 呃 抑將 就是展數工程 你們解約都沒有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等於你們這些 所有的解約都解約完成以後 他才要解約吧 是不是這樣子 其實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只是他 目前在徵詢我們的一部分而已 並不是全部因為說這幾個合約 目前我們還沒有 那我先請問你 這些都解約了沒有 目前我們正在處理當中 解約了沒有嗎 呃 還沒有 程序是什麼樣 是要解約 是 朝向要解約的部分 知道嗎 對 目前都是朝這個方向在 也就是說你們把原來 原來 原來故宮南鏈的所有 主體工程的建築團隊解約掉了 把原來的PCM專案管理公司解約掉了 把原來的 整個規劃設計 58公頃的這個 這個規劃公司也解約掉了 也就是說 所有的故宮南鏈 都重新開始了 是不是這樣講 有一部分可能要跟委員進一步報告 那個 之前的專案管理的不是解約 是因為他投票的當時 他的文件 他的投票資格就有問題 所以 他是被 所謂的 不管你解約 或者是重新化包 或者因為這個訴訟關係 解決 這個 這個委託關係 我就不管 就是重新都開始了 是不是 所以原來所明顯的 不管PCM專案公司 不管是建築團隊 不管是這個 這個 你們藝將所謂的展示工程 設計 建造 全部都 把包括 洛德公司原來的 設計規劃的 庭延的 58公頃 也都全部重新開始了 這樣子啊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也就是說 你們是重新都開始了 就是說故宮原來的所謂 原來的主體工程的 這個 異山異象的 這個建築圖 也重新 都 開始了 就是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土了 以後不只是 不是說這個 異山的異象的 這個 這個故宮的主體工程的 這個 這個建築圖了 是不是這樣講 重新就要再 林顯新的一個建築圖 重新再規劃了 是不是這樣子 有這個可能 蛤? 有這個可能 不是啦 不是有這個可能 這個已經是 已經是要這樣做了 你APA 已經 這個安東已經把它解釋掉了 所以這個圖 你們不能用了 是不是這樣講 他的APA所提出的設計成果 如果說我們解約之後 我們事實上是 這個已經不能用了 因為有它的人格前所在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繼續 來修改 好 那我再請問你 我再請問你 在98年的12月17號 林中生秘書長所主持的會議 裡面特別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 這個本案同意委由內政部 營建時承接待辦後續新建工程 那麼大概它的意思是 第一期的工程 這個 這個工程分為兩期 第一期就是主體工程 第二期就是景觀工程 那景觀工程跟主體工程 基本上 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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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商的會議紀錄裡面 很清楚的就是 希望多交由 營建時來負責成建 那為什麼 58公頃的庭園工程 裡面沒有移交過去呢 原因在哪裡 他這裡是講的是 園區的部分 就是說 博物館園區的部分 第一期是博物館園區 對對對 博物館園區就是主體工程 對對對 第二期就是 博物館的 亞洲文化 藝術庭園 我想 應該我們應該叫做庭園 人工府的部分 扣除掉 這個部分 我們暫時把它定 把它命名叫做庭園工程 這個庭園工程 你們為什麼 不一起移交到營建署 當時要求是 要我們選擇 不是 我現在要問你 為什麼你這個不一起移交給營建署 為什麼 為什麼不一起移交給營建署 為什麼不一起移交給營建署 那你們再告訴我說 再告訴嘉義人說 這個要用BOT的方式 把它BOT掉 那你們要BOT給誰 那如果說 我們記得這個 在 在99年的8月18號 經監會黃萬祥秘書長 黃萬祥副主委 那麼在主持這個會議的時候 內容寫得很清楚喔 就 他講說 你們這個有關第二期的警官M7 泥辦 泥採BOT的經營 規管理之構想 經監會明確跟你們建議喔 應該回歸 民國93年的故宮南面的計畫的 嚴肅精神喔 你了解吧 知道 你說明一下 跟議員報告 那個93年當初 行政院核定我們這個籌建計畫的時候 他其中就要求說 我們 非博物館區的這個相關的警官工程 我們必須要 最有利於國庫支出的這樣的一個方向 誰跟你講的 當初的93年的結議 結議那個 核定的公文裡面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們93年的原來的精神 就很清楚 就是說 縣政府提供 無常提供70公頃給你們蓋 故宮南面 那麼 這個 除了主體工程以外的延期 基本上 就是應該由故宮博物院 那麼要做整體的一個開發 也就是說 故宮南面有義務也有責任 要去開發 那我是希望 我要在這裡具體的跟你們建立 我認為 這個部分 也是一個硬體工程 這個部分 不是你們博物館的一個專業的領域 這個應該一併 要交由 營建署一起去承辦 你們同不同意 其實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包括院長 還有我們所有的同仁 都也是希望說 這整個70公頃 包括 博物館的主體工程 還有景觀的工程 都能夠給營建署 好 那如果同意的話 那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就是說 我們也會在 我們的這個 這個 結議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 我們這個 教育文化 這個委員會 能夠 協助幫忙 我們也能夠一併 做成一個主結議 我們也協助你們 那 也能夠把這個工程 移交給營建署 一併去做整體的規劃 就是說你們不需要 你們不需要去再去承攬這個部分 那你們以後 蓋完以後 像展示工程的部分 你們未來 這個你們要怎麼去做 這個其實才是交由你們 博物館專業的人士 去做整體的一個規劃 其實這些硬體的 其實都交給營建署 這是我在這裡 很積極的跟你們 做建議的 我想這一點 也希望您市長 現在院長 能夠切記 另外我要在這裡 請教院長 我想要請問你 大故宮這個計畫 你們原來的這個發想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這個發想的話 是應該是 在我們的一個 指導委員會的時候 在九十八年八月的時候 指導委員會 也就是說故宮南園 也就是說故宮南園 還在那裡要見不見 要蓋不蓋的時候 你們同屬在想一個大故宮這個計畫 是不是這樣講 不是 這是我們參觀人潮 我不瞭解 我不瞭解 為什麼故宮南園 到今天為止 這樣子要蓋不蓋 這樣子在 這樣子 拖拖拉拉 童子 忽然間又有一個 大故宮計畫 而且這個大故宮計畫 又恕乎又符合你的 所謂文化不可分割 那我們現在在這裡一再的強調 文化不分割的概念 是世界的潮流 事實上文化不分割 在世界 在歐洲各國 在世界先進的國家 都是一個非常 先進的一個概念 那為什麼 我們不瞭解 你們在故宮南園 還沒有完成之前 你們又提出一個大故宮計畫 我要在這裡請問你 會不會排 排級到故宮南園的一個進度 會不會排級到故宮南園的預算 不會的 這完全是兩個獨立的計畫 那大故宮計畫是因為 目前參觀人士過重 然後呢 在這樣的一個 有限的空間裡面 我們需要擴 大故宮 故宮 事實上現在已經在擴建了 而且已經改建了 我想這一點 已經在民進黨時代 就已經完成了 那麼你們現在在提出這個 大故宮計畫 聽說 預算規模是120億 等於是故宮南園的兩倍 那我們不了解 你們 這個 這個 為什麼 要推動這個 這個大故宮計畫 來排級故宮南園 那又符合您的這個 過氣 不管再當 這個古人大學的這個 這個寫者的立場 文化不可分割 足以這個故宮南園 亞洲文路 來源從哪裡來 從何而來 人才從何而來 你疏忽就是在 主導故宮南園的一個進度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才會提出這個 大故宮計畫 這是我們合理的懷疑 對不對 所以您現在可以不必懷疑 我在這裡跟您慎重的說明 這是兩個獨立的計畫 而且是為了大故宮能夠讓他參觀的這個品質提升 那我再請問你 好 你如果是說 我問你一句話就好 你同不同意 文化分剪的概念 這個 我覺得文化對我們博物館原來 文化分剪的概念 你同不同意 我們是希望 這是一個概念的問題 我想這個 這個無關 無關 你不需要跟我搶妹 文化分剪這個概念同不同意 不不一句話就好 文化分剪的概念同不同意 我不太清楚 您的文化分剪 文化分剪就是像 我現在剛剛特別 我講了好幾次啊 你不可以這樣講啊 講那麼一遍啊 你用國語講聽不懂 文化分剪就是世界各國現在 文化分剪像 像這個 羅烏公啊 那他也在蓋一個 羅烏公分館啊 這種文化分剪這個概念 你同不同意 我們只知道文化推廣 我們不知道什麼叫做分剪